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下手怎么去弄 所以给奴随打个电话 让他来帮我写前面这几段词 因为他要把还有在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跟你说是什么故事 故事还有个押韵 这是2021 新年开年 我来跟你讲个故事 说实话在风哥你之前做演员的时候 你是以一个演员身份告诉大家我是什么 但是你在舞台上面像是歌手 所以说2021我来跟你讲个故事 故事的主员工他特别特别固执 所以就是很幸福 你看每次我们排练你都会在这舞蹈老师在身边 不管拍戏机场最夸张的厕所 应该是偏执和固执 就是人做一个事情从固执开始 偏执的话咱们就实际说对一个事情不管对还错 我们还偏执 但是我们是固执做一个事情 对吧你像你说的 你跟老师在机场分别了 他还要回头看着你风风再给我跳一遍 没错 对这就是你 然后从他站上这个舞台看到那道光的开始 这也就是你爱的这个节目 这个光对于歌手在舞台上面是很重要的 没错 而我们本身要追光的 对这个光就是我的目标 然后就是那股年少的轻狂 正在唤醒他总该有的样子 那我们不管做演员 演员他可能有很多角色 但是歌手在舞台上面就是只有一个角色 那我就是歌手 因为我是歌手李克风 黎明之前漫长黑夜 其实对你的说很适合 因为你在这个节目里面本身你是这个人 你要当歌手的话 你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你要唱 你要跳 你要同时唱跟跳 你要学 这时候黎明之前漫长黑夜 心有所念 人如果说做一个事情都没有坚定的话 那我怎么把剩下的走了 所以就无惧片眼 潇洒躲变 享受这个舞台 我们需要潇洒躲变 趴破铁鞋 人生一回 何惧片面 就是当你在舞台第一次的时候 说实话 你会害怕掌声 对 因为歌手在舞台上面掌声 这时候很重要 我会怕有掌声 或是没有掌声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要成功去享受这个舞台 一道彩虹 一束光抬头便能看见 只需往前迈步 便能把影子甩在后面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舞台的一个开始 应该看着 所以我知道您可不可以 可以 太可以了 我觉得这有词 我觉得这有词 让龙非来也是因为他比较了解我 因为别人都写不了 因为说实话写这段词吧 他不是评宫的来 因为这是我看到你身上 你在为这个舞台做错的东西 因为他这首歌 我听过他其实讲说就是 他们在坚持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有现实 也有残酷 也有曲折 故事的主人公 他特别他跟特别特别固执是联一起的 而且他就有歌 听说我是给人看到那种阳光的 嗯 就他们做的所有事情 没什么歌 你叫我的天空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 我不管他是成功与否 没错 对 那也没有人可以阻挡 他都看天空 这个有权力 主人公他特别特别固执 没有我许妞 哎来了 就这个了我们听个啊 哎 I wanna say goodbye I want a new life You ready You ready Go 2021我来给你想个故事 故事做主人公他特别特别固执 当他站在舞台看到那道光了开始 那股年绕青蛙正幻想他该有的样子 你就被摘成了 你一直想ctic夜 聚夜昨夜五夜五夜 天天小人走练 他不偏见人人一回和久天天 一朝开吼 一束放抬头便能看见 继续往前迈步便能把影子摔在后面 不生气是葫芦 哈哈哈哈哈 哎呀 这控制台老师我想搬回家 哈哈 我想把那个也搬回家 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